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瑶的一句我要和你生孩子换来的 在前衡生日这天 成瑶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 可当他打开的那一刻 立马傻眼了 除了一盒红酒一包寄生用品以外 还有一张写着我要给你生孩子的纸条 这下他终于明白了 成瑶为什么今天穿得那么撩人 他果然对自己有非分之想 想到这里 一直喜欢成瑶的他还有点小窃喜 接下来的生日宴上 输了游戏的成瑶 被要求向在场的一个人说句真心话 不出所料 成瑶表示对他有话要说 此刻的前衡激动不已 他终于要和我正式表白 母胎单身的前衡很失望 于是让情场高手吴军帮忙分析下 吴军表示也许女孩后悔了 他提醒前衡可以再给他些暗示 让其再接再厉继续追自己 前衡听后深以为然 正想试验下他的建议 结果却等来的情敌 原来成瑶妈妈给其安排了个相亲对象 两人吃饭期间 前衡不仅死皮赖脸的跟了过来 甚至还直接扬言 成瑶在追我 由于他的搅局 两人匆匆结束了饭局 而成瑶则对前衡的举止很是奇怪 直到他接到朋友的电话 才得知 原来朋友帮忙 订的礼物发错了货 而当得知错发的物品时 更是尴尬的恨部的原地炸裂 可眼下最要紧的是 得赶紧向前衡解释清楚 前衡听后大失所望 没想到下一秒身为律师的他说出的话 差点把成瑶的下巴惊掉 他表示 既与你和商家间发错祸的关系和事实 我作为善意第三人并不知情 你的损失不该向我主张 而我的决定你则必须配合旅行 现在我决定免为其难地允许你追求我了 随后便自说自话地 要给他三天时间追自己 这三天里 前衡循序渐进地表示 允许他陪着自己加班 允许他和自己牵手 允许他和自己约会 这个操作虽然把成瑶弄得哭笑不得 但由于他也一直默默喜欢着前衡 所以半推半就之下 再加上冷傲霸总的一路返辽 他便由此沉醉在了前衡的温柔箱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